你有想見事情 為什麼兩岸到現在高層還是這麼緊張 你覺得這個歷史是誰造成的 鄭成功會不會是始作俑者 因為本來兩岸沒什麼關係 你說河南時期有什麼關係嗎 沒關係 就是兩個地方 就來來去去 要來就來 要回去就回去 要什麼關係 對不對 可是自從鄭成功過來 然後號稱反清負平之後 這個台灣海峽就變成一條 很可怕的界線 對不對 就是變成一種就是 就是一個緊張關係 所以一直到現在歷史還是 這個歷史的所造成的撕裂 到現在還是存在 所以歷史如果沒有鄭成功這一段 可能後來的歷史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有時候覺得歷史很遠嗎 可是又很近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每次講都說 哎呦 鄭成功怎麼樣 我就說喔 好吧 又來了又來了這樣 就是鄭成功這一段歷史在歷史上 那當時兩岸採取的方式 真的就是疊對著 真的就是疊對著 那當時他們在台灣要堅持什麼 一直被談 一直在談判 可是談判裡面 你知道鄭經當時其實也很多掙扎 對不對 看要不要投降 他也可以投降 因為那時候好多人投降 那鄭經為什麼堅持要在台灣 你們覺得嗎 因為那個爸爸嘛 你們覺得 鄭經堅持什麼 他又沒有國姓 對吧 他爸爸有國姓 他又沒有國姓 那他為什麼要那麼堅持 你們覺得 你覺得當時那個鄭經的考量是什麼 沒有退路 蛤 他沒有退路他就投降啊 他為什麼不投降 家族事業啊 你是說他作為正成功的兒子這件事情 他要繼承老爸 他也太孝順了 他爸又不喜歡他 這個事業是遺傳啦 還是家族事業 當兒子一樣繼承爸爸的事業 是啊 真的嗎 確定男人都這樣想了嗎 沒錯啊 真的嗎 家族事業啊 真的喔 維持不義啊 維持不義 所以他 你覺得他的堅持是因為 他那個爸爸 那爸很討厭他呢 那沒有關係 那財產給他 財產給他 你知道鄭經當時在跟清朝談判的時候 他有一個東西他堅持就是頭髮 他就是說他只要留頭 你頭髮不要叫我剃清朝頭 你要談什麼都可以 那清朝是說你只要頭髮剃掉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欸 頭髮型這件事情有這麼好多堅持嗎 我不知道 不懂耶 各位男性朋友 可以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嗎 髮型這件事情 對男人到底有多麼重要 這個不是 我認為是他對一個主權的觀念 對一個什麼 主權 主權 你是說那個頭髮代表一種主權 我不是你清朝頭髮 我就是不要留你清朝頭 那你懂到文化背後的嗎 對 不一樣 哦 所以堅持這個文化這個概念 好 就從那一次 然後後來後來他們就投降 後來也剃頭了 然後一直到這個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 又叫台灣男人再變一種髮型 就是就是叫你不要留那個清朝頭 叫你整個剃掉 又不要了 就是我這個清朝頭我就留住了 又是堅持另外一次 男人啊 頭髮啊 所以要為難男人蠻簡單喔 就是你頭髮就好了 要為難男人就是 跟你談頭髮就可以了 頭髮這麼簡單的事 在男人來講這麼嚴重 很有趣 可以思考 沒有 他是沒有辦法改變頭髮以下 只有改變頭髮 就是主權的問題 比較容易啊 還好我們現在沒有任何人 叫我們用法取代 來做任何的任何 OK 好 所以 來 所以 來 這個我們等一下談 我想要跟你講 就這個 我故意弄一張頭 其實這張頭 根本不是真正的清朝頭 清朝頭沒這麼好看 清朝頭更難看對不對 那我意思就是說 一個髮型可以決定一件事 所以你知道嗎 最後投降的那一刻 我就想 後來 後來明正投降的那一刻 你知道嗎 他們後來為什麼會走到投降這件事情 因為後來政經死了嘛 政客章也死了 來一個12歲的政客帥 然後這個師郎就打過來 那師郎打過來 他就派這個劉國軒去打 結果劉國軒一去打 一仗就輸了 澎湖 就回來 劉國軒是多會打仗的戰勝 他本來叫劉怪子 他一萬軍隊可以對抗十萬 可是一去打師郎然後就輸了 然後就回來 然後就說不要再打了 我們就投降 而且舉國投降 然後把姓政的名單通通收集下來 一個都不准給我跑 舉國投降 很多人說我們還可以逃啊 逃到我們可以退到旅送 劉國軒說不可以 不行 那怎麼辦 寫祥書啊 投降啊 然後就開始寫 然後他本來說 拜託讓我們住在福建好不好 或者讓我們留在台灣好不好 師長說不可以 不行 不可以 都不可以 好吧 那就照師郎說什麼 那我們就寫什麼 然後就投降 你知道投降這一刻 師郎多開心啊 因為他以為有多難打啊 因為打到澎湖 要打到台灣還是一件事啊 竟然投降 然後就去了 然後呢 在中秋節的那一天 舉國 舉台灣一起剃頭髮 一起投降 然後就結束在台灣 我想到這一段我會騎機密又大呢 用這樣結束的嘛 就是說 祖國投降 你投降 所以這一場 這一場 這一個投降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們覺得是什麼 那你劉國軒是個精通天文地理 我覺得他覺得是不是天命到辭 就乾脆就不要再食證下去了 所以你覺得他 我一直覺得劉國軒是個欺人 他覺得沒希望 我跟你耗也沒意思了 所以後來劉國軒成就大功嘛 所以他後來就在北京 過了十年快樂的日子 當然歷史從後面往前看 那時候再混下去也沒意思 沒用啦 跟一個十二歲的人在那裡玩 也不好玩 所以應該還是歸咎他們太短命了 短命然後孩子來去清掌 你覺得國家的折就這麼短 真的 還是姓正的實在是 這歷史很好玩 可以追究一下 但是 當然要堅持 你要怎麼堅持 這是另外一件事 好 來 然後講到這裡 來 這個是那個施朗的後代 這是施朗的 我有去探一下那個 這是施朗他們在江君鄉的一個紀錄 那這是那個施朗的後代 然後我大概就跟他聊一聊 因為我們台灣都比較同情正成功 就覺得姓施的 那我去看他 當然他覺得我們沒有錯 我們有不殺之恩 他說我們沒有殺掉任何一個姓正的 所以我們有不殺之恩 就把他牽走 所以 也對啦 所以不殺是對嗎 還是說不殺比殺更折騰人這樣子 所以這歷史就讓我們去看怎麼說